哈利努力,我是柯斯丁 最近天氣真的越來越冷了 就想說要來做一份好吃又道地的台灣牛肉湯 既然講到牛肉湯呢 我們當然一定要選用的就是台灣牛肉 那我手上的這一份呢就是這個台灣牛 每一份肉品上面都會有標記這個 非常清楚的產銷履歷 是要一掃QR Code 你就可以知道你吃的這份肉到底來自於哪裡 好,我們現在就來掃看看這個QR Code 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哇,這裡是哪裡 怎麼掃一個QR Code就跑到這裡來 歡迎來到嘉義六條鄉楊嘉義牧場 楊嘉義牧場 那都...我被產地直送了嗎 沒錯,這裡就是牛牛的故鄉 你在台北這邊買到的這一包新鮮的牛肉 就是從我們這邊出廠的 哦,目前我們的台灣牛湯 佔九成都是和石燈的品種 俗稱乳牛嗎 對,就是乳工牛 當然我們也有富裕一些少部分的黃牛 講到台灣牛肉 吃起來的口感 或者是它的味道 最明顯的特色是什麼 台灣牛肉當然很簡單 就是鮮甜啊 有咬勁啊 飼料主要都是以草式木草為主嘛 加上一些豆柯植物的話 去改善它的牛味 它的鮮甜度就一定跟國外牛 非常的差異性很大 因為我們台灣肌肉環境 牛汁它的油花當然不會分布得像美國 對 他們那些坡下這樣 對 那當然我們就是以健康為取向嘛 強調飼料的控環 然後它非常清楚 哪邊出去的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想要體驗 直送產地是什麼樣的感覺的話 稍稍QR Code 可以跟我有一樣的體驗 其實講了那麼多 肚子也是蠻餓的 經理 你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 好的做菜的地方 來做台灣牛肉湯 剛好我沒有開餐廳 離這邊沒有很遠 現在帶你過去 好,走吧 好,我們要來製作好吃的台灣牛肉湯 最重點的食材就是這個 牛大骨 還有帶皮的牛尾 同樣增加不一樣的風味 在這個鮮甜的湯頭裡面 我們開始吧 台灣牛肉湯的特色 當然首先就是先使用 道地的台灣牛 台灣牛的味道呢 把它融進去之後 還會加入這種 在國外其實很少見的中藥材 我們把這個大骨先加進去之後呢 我們先用活水的方式 讓它的一些多餘的血汁 沖洗乾淨 換一鍋新的水之後 再開始燉煮 現在就讓它大火的把它煮滾 然後讓它一些雜質被煮出來 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備料 洋蔥 記得帶皮 玉米切塊 老薑切片 蔥濾的部分呢 如果你把它直接丟進水裡的話 它很快就會軟爛掉 然後你挑不出來 我們就把它綁起來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 煮完之後把它直接簡單挑掉 大骨在煮一段時間之後 就出現雜質 就用濾網瀝掉 至少要濾三次 濾完了以後就可以開始加料 接著這個中藥材 以及新香料也一併下去了 最後下一點白胡椒粒 加入了所有食材之後 把火轉小 蓋鍋蓋 微煮三到四個鐘頭 因為拍攝時間的關係 現在煮了大概是一個半到兩個小時左右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先把它做調味 然後試吃看看味道怎麼樣 調味完以後呢 我們就是繼續把它烹煮到你 理想的時間點 那只要時間點一到了之後 你就可以把料就挑起來 牛肉湯就完成了 這顏色真的超美的 所有牛汁的精華 通通煮進這個湯鍋裡面了 還有那些蔬菜的鮮甜 太棒了 這麼棒的湯底 一定要搭配 國產牛肉片 我口水已經滿出來了 好 我來試吃看看 太幸福了 我的天啊 肉質是非常Q彈滑順的一個口感 搖搖搖搖搖 你看肉味會不斷的慢慢的流出來 散發出來一種淡淡的清香 那你喝一口這個濃郁的湯頭 真的是太療癒了 我的天啊 好棒喔 這種療癒的感覺是 跟西式料理差別很大的 台灣料理的 非常溫暖的一種精神 今天被直送產地呢 真的覺得非常的幸福 體驗到了台灣國產牛的美味 各位朋友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自己在家裡熬點大骨 然後買點台灣牛肉 享受自己的牛肉湯 如果是可以最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 分享和訂閱頻道 下期影片再見囉 掰掰